我们之前已经通过软件把激活和摇臂功能添加到了RD3和RD8对讲机当中 现在我们来演示的就是如何手动通过一台机子来摇臂和激活另一台机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RD3和RD8这两款机子的分别的ID是多少 因为我们通过手动操作的话是需要用到这个ID号的 下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RD3本身的ID是多少 我们开机 短按menu键进入 然后我们再通过方向下键选择到utilities这个功能选项进入 然后通过方向下键选择到radio information 然后进入 进入后我们选到第一项再进入 然后就可以查看这款机子的名称和本身的ID号 名称是380ID号是5678 我们要记住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RD8这款机子本身的ID号是多少 开机 我们短按menu键进入菜单 然后通过方向下键选择到utilities这个功能选项 然后进入进入之后通过方向下键选择到radio information 然后短按conform confirm 确认进入 点击第一项再确认进入 我们就可以查看rd8这款机子名称和它的ID号 ID号是1234 我们要记住 下面我们就以rd8 对rd3进行摇臂和激活为例 进行演示和操作一下 首先在操作之前我们要保证两款机子是处在同一个信道和频率上 我们来查看一下 信道1451.1256 信道1451.12500 最关键的就是要保证两款机子频率要一样 然后我们需要对rd8进行一些相应的操作和设置 首先我们要短按menu进入彩探功能 然后选到第一项context进入 进入之后我们可以先通过menu del手动包号来实现 我们进入 然后我们输入rd3的ID号 它的ID号是5678 然后确认 确认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选项进行一些功能操作 就比如第一项call alert 我们试一下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提示 我们选择忽略 然后我们选择下一项 下一项就是激活 再下一项就是摇臂 然后我们试一下摇臂 确认 显示successfully 表示已经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对rd3进行任何操作 它是不起作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按pdt 直指灯没有反应 按任何按键 屏幕 机子 都没有反应 然后我们关机再开机试一下 这是已经关机了 这是已经关机了 然后我们开机 提示 是disable的 然后这款机子不能用 然后我们通过rd8 遥控 rd3 然后把它激活 操作方法如下 端按menu键进入菜单 然后在在context选项 然后进入 确认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menu 带手动拨号 然后输入rd3的rd号 五六七八 然后确认 确认之后 我们通过下键 方向下键选择到radio enable 也就是激活 我们确认 提示successfully 表示已经激活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rd3 重新开机 现在rd3是可以使用的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 遥臂和激活 那么就是新建一个联系人 我们短按菜单 进入菜单 然后选择到context进入 然后通过方向下键 选择到newcontext contact 然后确认进入 进入之后 我们输入rt3的机子IP号 五六七八 然后确认 输入一个名称 就输入了i3的名称 我们可以输入 通过键号键 可以变换输入法 380 然后确认 这是铃声 可以自己选择 然后保存 保存好之后 我们通过context联系人 然后进入就可以查看我们刚才设置的那个当呼 380就是刚才设置当呼 然后我们进入 进入之后 通过这些 就可以通过这些选项来实现 遥臂和激活功能 然后通过上下方向键选择到radio disable 然后我们确认 这个时候提示 这个时候提示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 按按键和ptt 都是没有反应的 关机再开机 会提示 会提示 disable的 然后我们 再进入联系人 选择到380这个联系人 这个当呼联系人 然后进入 进入之后通过方向下键 选择到radio enable 激活 提示 sucitfully 这个时候rd3重新开机 表示已经激活成功 它的操作就是这样子的 而rd3对rd8的摇臂和激活 与rd8对rd3的摇臂和激活 操作方法是完全一样的